我去太危险了 今天这个包裹差点被海关给扣了 拿到手的时候 这个外包装已经拆开了 玩具也拿出来了 因为海关怕这个东西有发射功能 怕是一个危险物品 真的很不容易 这是一把恐龙特技可财号的一个铜膜的一把枪 因为当时看到这个品项以后呢 非常喜欢 它和我早期买的这把是非常的相近 因为我一直在收恐龙特技可财号的这个玩具周边 所以看到这个枪以后呢 再联想到这个枪 我认为它应该是早期这个先出来的 然后被远古公司看到以后呢 买下版权 改了颜色 又出了这个 应该是在1979年之前 甚至更早 这个枪是先出来的 然后呢 远古公司由于拍摄了一个 恐龙特技可财号 需要一个玩具周边 如果要是开模的话呢 费用啊 周期啊都非常贵 我怀疑他们是看到了这一块 然后直接买下版权 改了颜色 除了这一块 除了颜色以外 其他都是一模一样 远古公司在这个地方改了一个恐龙特技可赛号的一个标 原厂是一个十字秒准的这么一个设定 接下来到了重要的时候 咱们听一听两把枪的声效是否一样 先听这个 再听这个 就是那么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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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